我们蹬起来以后 后攻完了以后 我们往上抢高点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觉得手要伸直的同学 我们在这个地方 准备好 往上跳 好 这样跳完了的时候 在这里手 是不可以伸得笔直的啊 我们如果伸得笔直的话 你想你是这样子发力的吗 你只靠手腕吗 好 那如果你说 那就是弯的 那你的继续点在这里吗 所以我们从后面往前甩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自然直 你看往上用力的 我们蹬起来了以后 起跳为了去抢高点 抢高点 我们的球威胁才大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正常自然的一个发力 你就不可能是笔直的一个手 只是我们自然的把它甩出去 没有 自然的 自然直就说明 手臂是稍微有一点点弯的 因为你要把这个手臂带动起来 肩膀 它不主动发力 它是起一个支撑和带动的作用 自然直是有一点点弯的 弯出去啊 这样子甩下来的 你才是一个能发得出力的状态 一定要注意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